超过十层楼的会馆 外观气派弹走进一条 断水断电建筑物内还有大批杂物堆滞 大片玻璃碎裂 俨然成为废墟 这栋休闲会馆就坐落在高雄大社区观音山下 地下两层 地上十二层 多年前集团因为违法吸金违反银行法而倒闭 建物也因此停工许多年 基线的税金负责人拿不出来 名下的度假会馆遭到查封 拍卖底价以涂地九千万 建物三点四三亿的价格 成为法拍会上除了名车之外 吸金的拍卖物之一 然而最后这会馆还是流标 因为是第一次拍卖 所以有可能有意愿的运买人会比较观望 因为卷入吸金案会馆成为闲置地 虽然首拍流标 不过毕竟疫后迎来国旅热潮 台南旅塑业111年下半年度 整体客房收入较111年上半年度大幅成长 邻近的高雄不论是市区或郊区 旅塑业商机都有机会加成 闲置会馆就等待金竹抢下抢攻这块 国旅大币 华市新闻孝星许大人许文男高雄报道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